各位茶友好,我是玉秀哥茶餐的老王 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聊聊这个普洱茶 这个之前有网友给老王留言说 老王你这个大厂明茶的这个测评是结束了吗 并没有啊 这个因为市场上的这个普洱茶这么多 那么老王也想尽量的给大家把一些典型的有意思的茶的 都跟大家好好测评一下 今天呢,咱们来给大家测评一款中期茶 什么是中期茶呢 实际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呢 有在普洱茶里有这么一种说法 叫做这个推荐大家喝老茶 这个喝熟茶 那么普洱生茶的新茶的相对来说 它刺激性比较强 当然这些年有很多茶友呢 也很喜欢喝这个新茶的这种滋味啊 就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 但是还是有些朋友 可能这个一个是喜欢的这种味道 还有一个呢 就是身体的这种感受啊 更加喜欢这种老茶 但是呢 大家都了解这市场老茶价格是非常贵的 那么就产生了一个中期茶的概念 那所谓的中期茶是什么概念 中期茶实际上就是指存放在这个7到16年之间啊 大概这样的一个年限的茶 我们就被称之为的中期茶 那么而且这些年大家可以看到了 中期茶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那么今天的老王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很有性价比的中期茶 就是这款这个老甘甜的这个珍藏版的这款茶 这款茶实际上是2011年的一款茶 也是老甘甜这个品牌最有代表性的一款这个饼茶 那么实际上这个很多茶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看到老王经常喝的一款口粮茶 也有些茶友私下问我老王你喝的什么茶 那实际上就是这款老甘甜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 好好的这个测评一下这款老甘甜 这款中期的老甘甜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老甘甜呢 这个大家能够看到这个 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液体是非常的干爽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叶子上有显豪 就说明当年它其实也是选用了一些春料的 那么由于它是这个猛酷地区的这个茶 据老王了解呢 这个庄园呢是一个属于很小的庄园 每年的产量也比较小 其实老王比较推荐各位茶友去开发 寻找一些这种小庄园的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这个茶的产量比较小 所以呢一般被炒作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当然这个作假的概率也会很低 那另外一点就是他们要想打开市场 主要就是要通过他们的这个味道 还有他们的性价 所以呢就是老王也推荐大家去发掘一些这样的茶 那么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 就是这款茶这款老甘甜2011年的这款茶呢 它跟其他的这个饼茶有一很大的区别 就是它这里没有内飞 它就压了一个这个大叶子的叶子在里面 那这个呢实际上大家也可以从这个来看到 就是这个猛酷地区大一种的叶子非常大的 那这个也是2011年这款茶的一个特征 好像这个老甘甜之后的茶就并不是这个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款茶的紧压程度呢 是比较紧实的 那经过10年的存储 相对来说已经没有那么的硬了 但是它还是非常的紧实 那我们整个从气味上来说 还是有一种淡淡的清味 这个也是属于生茶的一个典型特点 老王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谈过 说无论你这个茶存放了多久 那么它的都会有一个清味 只不过随着年份的增加 这个清味会慢慢变淡 然后从颜色上来看呢 跟新茶比较起来 新茶相对来说是青黑色的 那么这个十年存储的这个茶来看呢 它基本上已经有一些偏褐色 实际上有些地方偏红色了 而且从这个清味的这个装度 来这个判断来看呢 整个的这个茶也是在干仓环境下 储存的非常好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受潮的情况 所以老王一直是把这款茶作为自己的一款中期茶的 这样的一个口粮茶来判断 那么实际上今天来看呢 就是像今年的很多新茶上市这个价格 来比较来看呢 就是这样的一款品质的中期的口粮茶 相对来说就非常有性价比了 如果有一些这个茶友希望能够在这个 自己的这个平时的口粮茶当中加入一些中期茶的话 其实这款茶是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今天的老王用这个 用这个壶来泡这个清茶 其实因为它随着这个茶的转化呀 和这个 所谓的这个 时间的这种流逝 一方面的转化中很多新的味道 另外一方面 其实它一开始的一些味道会流失一些 那么对于很多的茶友来说 会觉得中期茶没有这种 新茶 新的这种土耳茶的这个味道 那么的有刺激性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整 今天老王呢 就是头茶量是在8克左右 属于有一点点偏多的 我们先来洗一下这茶 实际上猛酷地区这个茶 它这个特点来说 就是口感的甜味是非常的有特色 那么我们呢 其实很多的茶友呢 这个都比较喜欢这个喝 偏甜一点味道的茶 当然它这个 从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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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味来说 它最有名的这个猛酷地区 就是属于冰岛啊 然后还有大雪山 那么像这个 其他地方呢 当然也有一些什么 很有名的地区 但是呢 从这个整体的这个来看 猛酷地区的产 这些茶呢 它的甜味各有各的风格 像今天的这款老干田 它的甜味实际上是 有一种木制雕的这种甜味 焦糖田加木制雕 它的这个香气呢 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第一边是细茶 可以来闻一下这个杯底香 这猛酷地区的这个蜜香的味道 实际上是非常的有特点的 那么这款茶 其实它蜜香就非常的浓郁 而且基本上是没有太明显的 烟熏的味道 有很多的这个茶友呢 给老王私信就说 不太喜欢烟熏的味道 那很多的这种老茶 它都其实有烟熏的味道 这个一方面跟制作供应有关 一方面跟茶的产地有关 还有一个花香的味道 我们来评议它的底跑 一般来说呢 用这个紫砂壶泡茶 相对来说 它的香气会聚得更浓郁一些 大家从这个茶汤的颜色也能看出来 其实它的这个颜色比这种新的茶要浓郁很多 浓郁很多 而且呢 从这个颜色上来看 也是属于一种香槟重色的这种香槟色 那叶底呢 实际上还有一股淡淡的这种果香气 那很多的茶友就觉得这中期茶没有什么味道 但其实老王觉得呢 如果你慢慢评 你会发现中期茶 其实它会比这个新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扑热生茶 还有甚至是茅茶 它多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在里面 那老甘甜2011年的这款茶 实际上它的味道是属于比较平和 风润的那种感觉 那么一开始入口你会觉得还是比较的淡一些 但是呢 它这种微微的这种回甘 还有香气呢 在嘴里的上去喝起来很舒服 当然它又没有那种熟茶的那种 一上来就是糯香的那种感觉 它还是有那种生茶的那种 那种草清清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里大家也提示一下 刚才老王给大家看了 新打开一瓶 但是这个实际上泡的呢 是老王之前这个打开的 那像这种中期茶呢 建议大家在喝的时候呢 一定要充分的醒茶 就是把它撬下来之后 至少要醒一周 让它的茶在空气当中受到氧化 这样它的这个味道 才能被完全的发挥出来 那么这个挤泡之后呢 大家再闻这个 这个所谓的宫杯杯底啊 它是有特别浓郁的这种 果香花香气 这种蜜香在后面淡淡的飘着 很有意思的一种香气的味道 那整个的这个茶来说呢 相对来是特别的温和 然后回甜也非常的温和 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 茶友觉得中期茶 茶是不是颜色应该更深一些啊 从老王的角来说呢 这个大家就要注意这个中期茶 有可能是这个 湿舱存放 因为毕竟湿舱存放的这个 茶它的转换方式呢 其实跟赶舱的有很大区别 那么相对来说 它可能转换速度会快一些 汤色会浓郁一些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可能会没变 这个大家要注意 然后仓味呢 也会更重一些 那从老王自身的来说呢 老王比较喜欢这个 干舱甚至是北方舱 从所谓北方舱的甜度更高一些 大家也可以同这个汤色来看 它十分的清亮 从清亮没有什么污浊的人感觉 这个是第五号 总体来说 从次炮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起到最好的状态 就是它的这个回甘的感觉 然后在口中的这种 唇厚度都会非常好 那略微有一点点的这苦涩 因为老王比较喜欢重口味 所以头差量大 略微有一点苦涩 但是这个苦涩都是非常容易被化解掉的 那实际上在猛虎这个地区呢 它有这个东半山和西半山之分 那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款茶呢 包括大家都了解的很有名的 这个大理山也好 还有这个明导也好 都属于西半山 那其实西半山因为它阴面多一些 所以它的茶呢 喝起来很柔 东半山相对来说呢 就是日照时间更长一些 那它的这个就是 所谓的这个阳刚性更强一些 然后它的这个鲜活度也更好一些 这个不分好坏 谁跟大家口味而喻 这款茶因为是拼配的这个茶 所以其实它是 把猛酷地区的很多的优点都体现出了 比如它的这个回甘很好 甜度很高 那我们从茶青的来看 其实它有差不多 这茶青的级别 也是在五级六级以上啊 就是我们能看到一些 一枝带四五枝叶的这样情况 那它的这个甜度 肯定也跟它这个茶青的这种 级别有关系 而且呢 它还是有这个春茶的料在里面 你可以喝到一些 这个比较鲜的这种 鲜香的这种味道 而且它在用料上来看 就2011年这款的茶的用料 它跟大肠比较起来 那就是好太多了 因为毕竟很多的茶友 也喝过一些大肠的茶 虽然它们经过十年存放的 这个中期茶已经比较醇厚了 没有太多的杂味 但是毕竟它们的量非常的大 所以相对来说 它不太可能都用那么好的料去做 所以呢 老王在这里也跟各位茶友 就是透露一个小的诀窍 就是如果你要想去找到一些 真正有性价比的茶 其实多关注 或多去尝试一些 这个小庄的茶园 或者是产量没有那么高的 但是呢 又是在有名的 或者是气候环境 比较好的地区茶的茶 那么这个里头实际上也 也是跟这个市场发展规律一定关系 因为很多的茶 虽然说它贵的一定是好的 这个但是呢 很多的茶 其实它价格未炒高的原因呢 不只是因为它好喝 还有就是市场对它的这个 价值传递的认可 甚至是有的 有的不能把这个茶当成投资 投资理财的这个工具 所以就把它炒高了 那么这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这个茶它的有量 如果它没有量 大家也不能拿它当成投资理财的工具来成 所以这就是这个小中山头的茶 和一些小庄严的茶 他们可能有优势的一个特点 也希望就是说 各位茶友有发现好的这种小庄严的茶 或者是小的这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些茶 能够这个跟老王改发的私信 这我也会推荐给大家 真是香啊 再闻一下 真香真香 加油 这下一个比赛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